一個陳部長 換了一個陳部長 面對農民朋友 現在面對這種天災 我們還要加個人貨嗎 我們農業的勘災 災損 勘災是很嚴格 而且很冗長 就像大象走路 大家不了解 比如說林佳馨現在農田已經受損了 他的勘災可能是20天後才會出現 到時候 我跟你說 暖了 死了 我以前就看過我的地主 去申請農災 災損 結果他20天後來看 未見受損 死了之後要受損什麼都沒有東西 農民不是去吃 政府應該給農民朋友們一個健全的管道去探紙 剛才在風災地面的時候 政府真的要出手快很準 不是跟他做個秀 像我們總統去看一個木櫃 看一個香蕉 看一個什麼 那其實都沒有意義 有時候我們對農民來說 你們來看陳德文 說我差點啦 跟草率說 不要來啊 沒關係 我不要說到我差點啦 第一線濃損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菜價怎麼辦 因為現在他們說的菜蟲啊 說的雞蛋兼商啊 都被抓完了嘛 那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我要跟大家報告這次的龍捲可能是20年內 20年內最嚴重的風牌 最嚴重的龍捲了啦 因為上次在我記得莫拉克還是梅基沒有這麼長的時間這種連續降雨 尤其現在我外面就好了 雲林縣來講的話 已經連下三天豪雨了 不要這麼嚴重的風牌 這是我可能烏龍以來的 今天你再說了 烏龍嗎 喔 是 我從事農業以來可能是最嚴重的一年 最嚴重的一次 那帳面上損失農委會啦 農業部是說差不多3月半 但實際上一定遠遠超過這數字啦 因為很多農民 因為他受損喔 第一時間他也不會去通報了 所以這個通報機制啦 這個農損其實都是官方的預測啦 那最嚴重的是說 未來 10天後 我們勢必會出現所謂蔬菜荒啦 蔬菜荒可能真的三地完全都沒有蔬菜啦 尤其這兩天我看到很多農廟 他要搶收也沒辦法搶收 颱風還沒來就提早下好雨 下了一天就下雨了 要搶收 沒辦法搶收 那昨天也下雨 今天又下雨 明天還要繼續下雨 根本沒機會說去做所謂的損失控管啦 所以可能在3、5天之後 我們的冷藏過蔬菜一旦用完啊 盤産用完了 農民也供應不上了 那到時候真的會出現一波所謂大漲雨 那大漲雨這一塊就都 比較委員告別的時候就說 你們就覺得有菜堂的地方啦 我早上在我們中視記者跟中間注意記者 我講了一句話就說 這次的災損颱風 都拚在三地價格 每公斤 葉菜類大概在25至35塊中間 30塊中間左右啦 那遲遲不肯漲價啦 倒是 很多三地農民朋友 埃森運到啦 就說因為都給你們這些行李人探料啦 結果我們消費者買到了 零售價 又是所謂的飆漲零售價 所以消費者會覺得說 你們三地台風台不來就起到這樣 其實沒有 產地沒有漲價 產地到昨天傍晚才漲價 那這些行李人我在乎說 我們政府真的要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去監控他們在所謂做市場 農產品價格起伏漲跌 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你如果沒有制衡的力量 走馬看花 走外兩個囤積胡蘿蔔的 其實對整體這種農產品高額 是很不健全的啦 而且 呃 第一點 吃虧的是農民朋友 賺錢沒賺到錢 滾到河 沾到河 在做工具 結果我的三地台是跟10公斤8公斤 出一頭的時候是一樣的 那消費者的朋友又擔了暈大頭 又被賺了兩三手 喔 說得難聽 一把空心菜我賣給盤商 大概 大概是在差不多15至20塊 結果消費者買到是5-60塊 7-80塊 那這行到底上坦 有沒有政府單位到現在 或許我們農業部 要出來管控一下 還是只想著急著說 要釋出冷凍蔬菜去平衣菜價 又變相去打壓到農民 但消費者也沒有討好到啊 消費者買到胡蘿蔔啦 消費者買到更新的作物啦 這些高雷菜啦 這些賺口的山東大白菜啦 一樣是這些貿易商在賺啊 那政府的自衡力量到底在哪裡 我現在真的很想問 我們都會補啦 走了陳吉仲來個陳俊濟啦 你們到底在幹嘛 有人想要出面來觀光 這些市場亂戰嗎 目前我看到的是沒有 是喔 因為這一次的這個颱風啊 它不僅是說下大雨 是淹水再下雨 下雨再淹水 完全沒有退嘛 這邊將是水又起來了嘛 因為漲是最大 是因為漲那個大潮嘛 年度大潮 啊大潮退之後 有人說要部分退 有比較高位的一些地方 有退一點 可是整體來講水 水下不水 這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那我們想問就說剛才你說到啊 這個蔡蟲的問題已經講了N年了 從韓國瑜還沒當市長 當時就有一個王世堅的名言 讓韓國瑜紅起來嘛 南北蔡蟲一起燦聯嘛 對嘛南北蔡蟲一起燦聯嘛 請你去抓啊 但是韓國瑜不是這樣回答嗎 抓到這樣幾年過了 日空一百年抓到這樣 今年2024年啊 要抓幾年啊 六年抓不到一隻菜堂 抓到幾隻菜堂 同樣的菜堂 所以剛才嘉欣哥說的 我們很有感覺就是說 三塊可能二、三十塊 不到消費者的秋頭的時候 起碼三杯、四杯 這樣到底這個中間 我們這麼久了 農委會嘛 先做農業部了 以前又幫你加下去 另外幫你加下去 做我們來做主委 變成做部長又升官 你到底升官 你民進黨不是說 你中南部你最中西嗎 不是說你這個 他的平下總統 他有三中嘛 三中就是中南部 中小企業 中下階層 不是要照顧這些 還說這麼久了 這什麼機制 還是說陳俊濟怎麼有棄 現在降市是怎樣的狀況 我要跟大家報告 現在就我們台灣農業 最大的亂象是什麼 其實就北農的改建案 我們當初就已經在批評北農 你的改建案 如果沒有選址選好 還是說不適當的 做一個平台的控管 你一旦改建 農產品要拿到哪裡 那以前在吳文寧執政的時候 主導一切跟陳吉仲主導一切 北農改建案 當然很多 黃成果也有介入 我聽說他也好像長期開會 那你民進都蓋著北農改建案後 造成我們農產品每天可以交易量 從3000噸左右 現在即降到1000多噸 都一搜尋最多都要用 那還有幾年 這改建案才完成 那如果這改建案一拖再拖一年 拖過一年 比如說現在像類似文字館丟在那裡 問題一大堆 那蓋不好 農產品農民朋友 所財不去的話 我不知道 那農委會農保已經生氣了 我想陳俊暉本身就是所謂的事務體系出身 我相信對農政很懂 一個陳部長所換了一個陳部長 面對農民朋友 現在面對這種天災 我們還要加個人貨嗎 比如說我以前以前在呼籲的 我們農業的勘災 災損 勘災是很嚴格 而且很冗長 就像大象走路 大家不了解 比如說林家新鮮的農田已經受損了 他的勘災可能是20天後才會出現 到時候我就說 暖了死了 我以前就看過我的地主 去申請農災損 結果他20天後來看 衛健受損 死了之後要受損什麼都沒有東西 所以本來這種東西 我們應該就要有一個編制去 面對這種天災地變的時候 要怎麼協助農業民朋友 來做一個勘災的認定 甚至我不願意講 這種報徒 有時候怎麼去吃飯 還等政府想到有錢 有金費 才會補來給你 有可能一等就半年過了 所以農民民部 反正說除了這條錢來求金 復更 其實時間是很冗長的 根本不敢施放這種錢 能幫助你現在立井 能擺脫你的困境 那農的報這麼多年 一直在喊我們的韌性農業 陳其中以前就要喊韌性農業啊 我們韌性農業竟然遇到一個颱風 我們不管是3D或者是銷售 任何一個環節上都會出現問題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韌性農業嗎 我們到底有沒有 我們已經數十年沒有去 顯示過我們的農業大綱 幾十年不需要檢視過 不需要檢查過 那本書要不要把上面灰塵拍一拍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農業大綱裡面 出現哪些亂象 我們要來修正 那不是農委會 本農也補之後 喔 哪像我這樣 我實現到 我是跟農民運動 那時候我們的呼籲 我們的要求 農業大綱 有作為嗎 萬物接掌 成本飆漲 人工飆漲 農民朋友的收入 變相減少 以前說做一家庭的餐 那我可以賺 譬如說我可以賺10萬塊 我現在就要做兩家庭 就要加倍的努力 加倍的努力 加倍的民眾 這樣賺到那10萬塊 你認為這對農民朋友來說 是公平的嗎 我有時候經常說 農民不是去吃 政府應該給農民朋友們 一個健全的管道去探紙 剛才說風災 地面的時候 政府真的要出手快很準 不是他做個秀 像我們老總統去看一家木櫃 看一家香蕉 看一家什麼 那其實都沒有意義 有時候我們對農民來說 你們來看 我們說阿壞天 不要來啊 沒關係 我不要說阿壞天 不要來啊 沒關係 你來我假不可以啦 沒有人有時間陪你們做秀 以前林全來的時候 當我們大任的上限是 3年 3年5年 到現在路來 多久了 8年過了 林全有做到嗎 沒有 那現在你 賴清德 你下鄉勘哉 你的禁術 你到底要多禁術 沒有這種編制 沒有這種預算 沒有這種人員 你怎麼禁術 禁術得了嗎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都是農家主帝 屬人會了解 跟我說的 艱苦比較沒力 現在在路上 很多農民朋友 是在在那裡 是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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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們產地價格 竟然 比不上進口蔬菜 我們台灣農民的東西比較窄嗎 還是我們台灣蔬菜比較壞嗎 都不是 那我們到底出了哪個問題 讓朋友 透風路上在做 結果我們買的東西 比進口蔬菜還比較少 而且我們政府在豢養這些旁商 這些大賣場 這些通路商 每一個都變相在剝削農民 颱風機制 颱風特賣 每一樣 只要講到颱風特賣 什麼特賣 都是農民朋友的錢 不是賣場喔 不是賣場 照他們的 我們市場價 來給農民買喔 他會照他們要的價格跟你買 一定要供應我 我們想給農民吃獅子嘛 我們政府有沒有出面去管控這些亂獎 沒有 反而大補助給他們 農委的最多的保障 都有這些保障 有這些通路商 農民朋友要幫你拿一千兩千塊 如果去吃 你自己奔的 真亂貪 對 剛才嘉欣哥講到整個的關鍵 為什麼呢 就是上下失調 源頭的農民 剛才像是在賓錢 給你賺錢 拜託喔 農損真的沒有 這個是救命錢 大家知道嗎 對 因為農損他沒有收入沒有現金 他有現金他才能再啟動下 他沒做一個破散了嘛 所以他必須要借嘛 那這種事情你知道 宋朝王安時就知道千苗法 到將時 都一千年後了 快一千年後了 到現在我們的政府有沒有比較進步 那可是慘的是什麼 彎頭 但是到末端 消費者還是很貴 這是大家元氣的地方 結果剛才嘉欣哥講到一個重點 補助都是盤商的補助 那這一些盤商的補助 我就問喔 是不是有沒有政治現金回去啊 所以這麼多年以來 都沒有系統性的問題處理嘛 那變成一個什麼 變成一個撈錢 合法撈錢國家隊 每次遇到天災的時候 滑胸打破了 又是賺錢的時候來了 綁裝的好時機 對 其實很關鍵 因為我也有 以前我在工廠街 在服務的時候 我也有做冷凍蔬菜大盤 但是他沒有瘋到 他也瘋了 他也回民進黨 回到現場 不見面 為什麼 因為跟民進黨官網 有關係 有在社交的 有在政治獻金 我都知道 上面偷偷偷偷 最近洋蔥先冰起來 不用講原因 大家都知道 過一段時間 產地洋蔥先崩盤 後來 後來怎樣 後來沒有 結果釋放出來賺 就是這樣 我相信我這樣說 嘉欣哥一定賺錢 所以這麼多年 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 系統根本沒有建立 林嘛 唯一的系統建立 是對接這個盤商嘛 所以永遠都是 產地被打壓 農民賺不到錢 消費者貴鬆鬆 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問題 那這一波 這樣最後來給嘉欣哥請教一下 那這一波落後 可能落到後禮拜 再來菜給要多久 做你看 我們說的短期夜菜類 你吃到那些夜菜類的地方 至少要回穩 至少要20天左右 因為目前來說 你完全沒辦法復根 每天都要下雨 他沒辦法復土 沒辦法去做任何工作 所以至少20天 20天以上 那這波時間 聽說下一個禮拜 又有颱風要靠近 所以我覺得說 消費者如果可以的話 你這時間應該去多 多去購買一些 所謂我們說的高麗菜 還是比較冰的素材 比如說很多台灣的 我們現在來說 很多大和爐 長豆 鋼豆這些 都可以冰 多選購那些東西 不然夜菜類 因為我至少估計20天以內 不會有任何跌幅 你現在很可能 每公斤產地價都要接近 100塊以上 所以到你們消費者手中 每台金喔 我說你們買的就是台金的 一台金可能最少都要百四五塊 一定會創下歷史天價 因為我們真的都洗掉了 沒有菜湯匙嘛 從雲林 雲林加以台南 到高雄 對我們所謂台灣的小夜菜類主要產區 尤其在雲林 我們對於企動 塞禮以及輪輪 對我們所謂的夜菜類大糧倉 我看到目前的災損達到了九成 九成 九成 出目驚心啊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